翻译《海老VIEW》 《海老虎的党和党》 《海老虎的党和党和党аль新生关系》 《海老虎立法治亚公司与党全民生关系》 《海老虎教育》 今天集合台广高党教育的友情 来就所谓的司法治愈与人权 从别人谈起 和党学权读委 我是第一 因為其他市民的文章都是比較具體的文章 所以我選擇的地方是一個比較抽象的 就是從政治與司法來講的事情 我主席也特別交代 說不要說太學術的東西 對於這些東西要說得比較抽象 都會比較有學術 我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跟大家報告這個事情 美國的案件當然大家都很關心 但是這個案件是必須發生的事情 我會看什麼 為什麼呢 你如果研究到台灣的事法發展 研究到台灣的建議 你就知道這是必然發生的問題 西方人就是歐洲人 你說這個政治跟司法 你說這個權力分立 這是兩百幾年前三百年前的事情 現在台灣人要在這裡說政治與司法 你就知道 像整個建議發展 和民間的關聯 其實我們台灣要走下去很重 當然我們台灣在所謂的 體制的問題 你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住在這裡 所有的體制 其實都是 國民黨那時候 在六個 帶過來 帶過來的整個舊體制 這個舊體制呢 我的看法是 它不是跟整體而已 它全民性包括 香港的社會制度 教育制度 外貼 我們現在在過的生活 其實是 那時候順領戰 結明的時候 它對決的目標 還要追求這個 所謂的 三民主義 為什麼 各位都知道 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從 縣馬學上來做 抹運的 憲法在台灣土地裡 這個就是 日本時代 所謂大日本帝國憲法 我們俗稱叫 民治憲法 這是1868年 那時候 日本人 民治維新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尤其是 普魯斯 美國的地國 所 設計的憲法體制 另外呢 就是現在這個 所謂的 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比如說 我們台灣 基本上 沒有自己 創立過 所謂的憲法體制 你用都是外面來的 那 為什麼說 旁邊這個案件 別人發生的 我那時候 接受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剛好在帝國 你做研究 這個事後 在帝國 其實帝國的 前任總統 叫Wolf 也是因為 涉入所謂的 不當的 招待 或是有沒有所謂 收位的議員 他直直下台 帝國人 也在偵辦 他們的前任總統 當然 我們 帝國總統是一個虛位元首 因為 帝國是一個內閣之國家 他的 總統 基本上是沒有實況的 所以 大概 重新改選 現在的憲民總統 就夠了 但是 沒有一個國家 你 體制可以 普遍的國家 你看 這東西 你也知道 因為我這次去 那幾個 三個 民間團體的 會議 這民間團體的 先完 那時候 接受陳其生教授的邀請 來臺灣 去 去 阿扁總統 當我跟 阿扁總統現在 會做的 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樣瑞士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一個政府去對待這個卸任元首 是這種對待方式的 我們講的沒有加油天主 我們說的是這個屬性 為什麼呢 一個卸任國家元首 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名義 國家最高的領導 不管他的行為如何 他到底有多 到底沒有多 他去檢視一個審判的過程 但是 基本上來講 對於國家元首 就是卸任元首 這個禮遇 這是世界各國的統帝 其實這樣法論保 這個禮遇也沒問題 但是他現在媒體 尤其藍色的媒體 就要要求說 這個平等 你是受刑人 你大家都要平等 這種叫做什麼 這種叫做基建的平等 這個叫做假平等 如果真的要平等來講的話 那請問馬英九出國 馬英九出巡 為什麼要沒有這麼多人去護衛他 那就是因為國家元首 本來他的地位 就跟一般人民 是不一樣的 這才是實質的平等 這個官僚 有什麼說 扁安做的情況 是必然發生的 就是說 就整個國民黨的體制裡面來講 阿扁呢 第一個 非以國民黨的協事 統治台灣的人 我們李登輝總統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的主席 所以他是什麼 他是竊取黨國這個領導大會的人 他說政黨輪替 所以他對他們來講 他其實上次把你當政治對手來看待 實質上他是把你當這個人 你是一個敵人來看對待 所以 他 骨子裡的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 都知道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到沙漠會 在中國政治社會社會 中國人這樣對待 所謂的敵人 算是已經寬容了 所以已經非常寬大了 你要了解這個 骨子裡的思想 那有什麼 我說 現在的司法 會走到這個地步 那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辦 還包括從扁案這個案子 要來看看 就是說 我們台灣追求民主法 那時候民主法的訴求 都是什麼 都是國會全面改革 哪有 投票 哪有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大家也忘記 整個體制沒有改為 我們只是表層的 表面的民主法 更深層的 這個統治的基礎 完全不改 完全不改 而且 這套過什麼 套過夠的體制 套過沒有的體制 套過沒有的體制 套過的健護體制 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 在重複這種思想 這種意識形態 比如中國 因為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 他們想變法 圖牆 雖然他們從最早的船間泡立 到目前 這種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 但是 骨子裡那種 威權 專制 立志的一種想法 還是殘存 這個東西 你沒有透過 新的體制的建立 你沒有透過整個清除 沒有把這個特殊讀掉 這個永遠的特殊在體內 當時要發作 你知道嗎 別案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它就是 我們所稱的 叫做黨國幽靈的重返 是一種所謂的 威權意識形態的一種 復辟 我們剛才 當時 張勳復辟 那時候 滿清政府 滿清 皇帝被趕下來以後 後來所謂 辯子兵張勳 又復辟 有什麼復辟 其實 關聯不改 我們台灣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關聯 這個關聯 不是說民主而已 這個關聯是全民事 三百年前 後來 有人說什麼 說權力分裂的時候 為什麼要從司法把它拉出來 從孟德士教裡面 說要從司法拉出來 很簡單 就是 要有一個部門 是不捲入政治鬥爭的 政治鬥爭 由政治部門去解決 政治問題 應該是要去政治解決 如果是涉及到法律問題 涉及到人權保障 這個才是由法院 來去介入這個問題 那很可惜的 台灣呢 所以我們目前這個體制 目前的所謂 做法民國憲法 我說的 說法官要去超出黨派獨立審判 法官要給他終身子保障 其中規定 其實跟西方規定 都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骨子裡來講的話 操作起來就不一樣 那你先說 司法要獨立 司法獨立要什麼 要對外的獨立 跟對內的獨立 對外的獨立是什麼 排除來自於政治的干預 來自於各種社會的干預 這司法獨立 內在的獨立是啥 內在獨立是 你一個做法官的人 要超出你個人的政治黨派 超出你個人的意識形態 超出你個人的宗教信仰 這是理論上 我們今天說的事外 當然不是反映這部分 我剛才說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我們在司法改革裡面 意思比較弱的部分 就是檢察官的部分 因為檢察官有主動集職 檢察官如何保持政治中立 這是一個未來非常重要的題目 都在整個行事訴訟室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其中和審判階段 是法官接入了 其他從一開始 偵查追訴 好 檢察官又常理整個審判活動 到要來執行 既然現在說要特色也好 說保外就業 這其實都開設就沒有了 這件的問題在 所以檢察官 尤其像特尊組 這種很 我認為是比較畸形的組織 你這種沒有去處理 沒有去確保 要求他保持政治中立的委員 將來不是只有檢察官 說那個 這個東西沒有處理 將來什麼 在做這種所謂司法的犧牲者 那大家都不曉得 從檢察官就可以看到 在場也有所謂 扁政府時代的官員 很多人都曾經被接收過這種所謂司法調查 稱為司法迫害 很簡單 他要把他送 把他傳票 把他偵查 甚至於去搜索你的辦公室 搜查 搜不到怎麼辦 搜不到 零多就是不起訴 我的行政簽證 檢察官都完全沒有這件事 但是這個東西透過媒體的報導 甚至於炫耀 可以造成的人格摩殺 或造成名譽上的損害 那是完全呼籲 沒有辦法恢復的問題 所以我的觀看就是說 法官的新法動力 檢察官的建議動力 這是未來 台灣要進一步改則 非常重要的目標 所以按台灣現在不再加民主犯 台灣是要故意的 所謂貸制改則 貸制改則 所以我都一直在主張說 台灣需要什麼 台灣需要新的憲法 台灣人要向台灣人 社會自己自己是新的憲法 我的小孩 因為我以前 看到我的小孩 一個國小營養 一年剛上小學 他有一天回來就問我 爸爸 為什麼我們學校下 要寫一個說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 不只是我大家人 不只是在家人 我相信台灣很多地方政府 很多地方政府的禮堂 都要有這個東西在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 部職後面都要寫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俗秀 一個所謂的威權意識 繼續一再一再的重複 你要做中國人 還是要做台灣人 你也要做台灣人 我們這個交友體制 還要下去 一直在複製這個東西 你如果上小學 就說你是中國人 現在他要慢慢的 要跟他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說 雖然2000年到2008年 有所謂第一次政黨輪替 但是因為那時候受限超大也小 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做 包括我們支持的很多民進黨的地方政府的手掌 可能他也不見得有 心或是有那種觀念 管得這麼細的問題 沒有改變觀念 沒有改變觀念 這個國家不會進步 沒有改變觀念 台灣的民主 不可能有所謂國民 台灣的思法不可能有正義 很簡單 我們還記一個說 蘇法官訓練所 在區域也很多 神經常看到蘇法官訓練所 蘇法官訓練所 是要訓練所謂的司法官 這蘇法官 包括法官也好 包括檢查官也好 早期 是要讀訓 要承受到那些疑訓 採取什麼 軍事化管理 你說這個制度 你是要培養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法官 你是要怎麼培養一個保持建立條件去檢查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各位都知道 包括從典政府之內 這個司法和訓練所要抵押 到現在國民馬英九當政司法和訓練所要抵押 一代一直複製這些檢查官 所以這些人一直不斷的複製 進入這個司法組織 屬於說你操作司法派的人就是這些人 要要要求他的所謂的負責 要要求後面所謂的評鑑 其實那些都是補給的部分 你的入口的部分 沒有那個設計 你是一直在觀察它的過程裡面 那其實我們的修法改革的效果是優惠的 修法改革有兩個東西 第一就是制度 第二就是人 你制度 你法律上要改得好 但是第二 這就是人的保養 我相信現在在台下裡面 因為台灣現在 校園比較民主化 比較自由化 當然這個東西 孩子的習慣比較多元 但是這個東西 當法律台的學生 辛辛苦苦 在圖書館泡了幾四年以後 考上司法官以後 他又進入一個所謂的司法官訓練所 司法官訓練所呢 除了教你什麼 當然他現在不敢說教你服從 但是他會強調什麼 很多會強調所謂司法倫理 然後呢 他傳授的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所謂審判跟偵查技巧的傳授 他告訴你 司法官的人格養成 這個人格養成 你想想這些人 再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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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同一個法庭 你心話 阿彬的這個法庭 這個法庭 他心話 馬鞭酒特別配這個 我告訴你 這是天意啊 我也心話這是天意 怎麼抽到兩個人 就抽到同一題 就讓你很明顯的比較出來 有沒有藍綠的差別 絕對是有的 那麥公 我們很偏見的指示上 你有實質的經驗 你就看得出來 那公程序上的對待 你程序上你怎麼對待兩個不同的被告 你得看得出來 我想在場也有 以前是編案的律師團的律師 都可以是 事實上都可以證明 你怎麼 一個國務基要費 一個特別費 市長的特別費 整個處理整個天俗 那種態度 包括那種整個程序正義的維護 差這麼多 我伯伯長到我都差這麼多 有什麼 因為法官他沒有辦法超越他本身的意識形態 尤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整個憲法學上 誰可以控制到司法 等多政治干預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監察院 那監察院那種根本都沒有監察委 大家知道都沒有監察委 現在有監察委也是人的為主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昨天遇到 最近那個李醫師案件裡面的 這個 那個檢舉人的律師 我就跟他講說 我在德國看到這個新聞報道 覺得很好笑 有什麼檢舉人在上被傳訊 然後呢 這個呢 被認為是犯罪人 或是甚至犯罪人 這個嫌疑人到現在還沒監察 大家都說離先保有什麼 到現在還沒監察 你如果從扁安辦案的 我們講 不用講什麼 講平等原則就好 如果像扁安那種傳訊 包括阿扁的媽媽 包括他的孫子都要傳訊 其實很奇怪 目前為止你想 驚訝幾個月 我們檢察官在做什麼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畫面 有特殊組的檢察官都拍拍一讚 說如果扁安他辦不成他們要下台 全世界只有檢察官這樣做 但是 我告訴我都是屬實 他們開記者會 檢察官站在那裡 檢察官站在那裡 檢察官要下台 檢察官要下台什麼東西 檢察官不是政務官 要下台什麼 而且 這個是表示什麼 他們不開記者會 大家還不知道 他們開記者會更明顯的 這個是特徵組嗎 這個特徵組是國家的 還是國民黨的特徵組 你就看到了 當然 會比較細節 我相信 其他的稿子會很仔細地 跟各位說明 我是簡單跟大家說 政治跟司法到目前為止 在台灣分離 在台灣要完全弱勢 甚至連有的基本觀念 都還沒有建立 而且這不是只是制度的問題 這還包括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不是 因為我們台灣不是 因為我們台灣是 一個所謂的改革 改革你就知道 你現在住的房子 要是古房子 難免你會有很多的灰塵 會有很多的垃圾 你要怎麼去把它排除 那這個東西 是在一代一代就繼續 那當然這個東西 因為各位 大家都這麼早 差不多一兩百人 如果沒有掌握在我們手裡的話 如果沒有媒體去發聲來講的話 其實有些基本的觀念 一般人民是不知道的 真正有意思的人民 其實是不多 甚至大部分的人民 都是來自媒體接收的訊息 所以 因為 事法要改革 不是把事法分析 而已 事法要改革 也不是法輪的 抗議而已 事法要改革 是專民的 是專民的 事法要改革 也是要改革媒體 要自己教育 要做法 所以 沒有 因為你討論 這個政經和事實上的問題 在裡面 我相信 大家都有這個 基本的觀念 也 希望大家 就這個觀念 傳播給你的親朋好友 我們沒有辦法大眾傳播 但是知道我們少眾傳播 是沒問題的 那 西方 為什麼文藝復興 五百年 會這麼叫 為什麼歐洲人 或者大歐洲 有辦法主宰全世界 文藝復興 第一項目 就是 啟蒙 誰的啟蒙 就是 觀念的啟蒙 觀念的改變 所以 大家都知道 這個東西 觀念沒有改變 社會就會進步 所以 事法要進步 相當地 就是 觀念要改變 不是 事法要改變 專民的態度要改變 這才是項目的 時間的關鍵 我先報到這裡 謝謝大家指教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問 多多多個 感谢观看